为了营造平易近人的休闲环境 泰玛丽农会选择当地排湾族部落 特有的原住民文化特征 作为自主营造的主轴 将原来以蓝白的方形瓷砖砌砌的花圃 改装成具有装置美学的入口意象 排湾族的月牙象征太阳的圆形装饰 创作艺术家对此有特别的解读 把它切成很像有那个火的感觉 表示说很旺的意思 人潮会很多进来这个地方 出落于台九线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 摒弃冷冰冰的钢古金属色调 选用原木打造游客休息区 不论是木桌或是长凳 完全没有现代刻板的造型 留给人品尝的是最天然原始 无拘无束的舒适感 其实农会这次设计的理念 无非是因为巴巴风灾 它留下来非常多的漂流木 那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卖场 能够去把漂流木的东西 把它设置在这个里面 可以眼眺金属山 可以东望太平洋 感觉心情更好更开阔 想象就是因为 从巴巴风灾也一直到 我以前就是对自然生态的一个 保护和爱惜 由于原设计的作向略为偏西方 为了避免日渐稀落的阳光曝赛 创作团队还特别以漂流木 切成一片片作为树叶 相互交叠装饰 仰头就能看见阳光 竟由树叶交织的西风中透射进来 加上微风轻轻的吹拂 不但不会感到眼热 还多了一份血液的浪漫 统台新闻成绩的张家伟 泰马里报导